整个搜救作业是持续不间断 而晚上又开始下起了雨 虽然雨势不纳 不过还是增加了搜救的困难度 来自各县市的搜救队伍 缤纷多路前往救援 以下是我们所做的真理报道 进驻沙卡当步道 协助特缩队员开挖搜救 我们会尽力来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会更怕 谢谢 谢谢 面对请托 特缩队长华保证会全力救援 绝不放弃 失踪者家属连声感谢 但内心的不安全写在脸上 因为沙卡当失踪的游行一家五口 至今人味全数巡获 根本站住来不许 无日上午搜救人员 带着搜救犬 在大大小小的石块上来回检查 终于有所发现 在巨石底下找到两具遗体 再换位置 军后的两具遗体 仅仅上隔两公尺 分别是游行一家五口的爸爸跟姐姐 两人被发现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我确定是我弟弟 因为他的脚和我脚都差不多一模一样 他的大拇指 大拇指和我的大拇指是一模一样的 遗体被发现时即使不完全 游行死者的双胞胎哥哥 还是一眼就能认出 是自己心爱的弟弟 游行一家五口 开心出游太鲁哥 没想到却遭逢天灾 强政后已来到第四天 在沙卡当 除了游行一家人 还没完全巡获 还有一名21岁胡姓小姐 没有被找到 家人们苦苦等候 只盼奇迹会出现 记得做不到 六七名搜救人员 紧抓灰色袋子 踏在已经没有路的沙卡当步道 小心翼翼跨过巨石 事隔三天 沙卡当第三具遗体 在六号下午巡获 确认身份是年仅21岁的 胡姓女子 搜救人员一路从步道中间 终于合力把胡姓女子遗体 抬到步道口 最后放上担架 由这户车送到花莲殡仪馆 好 顶住它 胡姓女子家属 期盼已久的奇迹破灭 悲痛不已 一得知巡获遗体 家人就到殡仪馆等待 要看女儿最后一眼 三号七点半 胡姓女子一路拍摄 优美风景向家人分享 不过讯息停留在早上7点49分 胡姓女子向家人报平安 到了沙卡当步道 还自信地说是熟悉的地方 没想到10分钟后强震来袭 家里人频频传讯息询问 却再也等不到他的回应 手机也转入云信箱 彻底失联 难度在于 一样我们发现的状态 一样是在一个大石头下面 加上昨天开始有做连月的下雨 所以土队的中段是蛮松软的 那也相对有挣扎上的难度 那我们发觉他的位置之后 我们尝试就是用向下开发方式 胡姓女子对着镜子自拍微笑 青春活泼 热爱大自然的他 廉价前一天到花莲沙卡当步道 独游 还等不到他回家分享旅行心得 却传来二号要家属怎么接受 就这么懂 路口尖是其拍下 身穿一黑一红同戴黑框眼镜的夫妻大步过马路 他们是地震后市联名单里 谨慎的外籍灾民 拥有新加坡和澳洲双重国籍的梁小姐和沈先生 最后排队搭巴士的身影曝光 只知道他们在中途下车 但整台巴士和司机都困在天翔 没办法掉跃车内画面 心中沉迷 全台湾都在帮忙找人 夫妻两正脸 请主照曝光 多亏热心民众整夜斜巡 沈先生的姐姐看见消息 马上提供照片给搜救人员 六号台要跟家属搭机来台 希望行动能有进展 救护车后紧接着是 从精英酒店下来的接驳巴士 六号救下的第三匹灾民里 有两人病况危机直接送医 其余身体不适的灾民 则是进入指挥所由特色队治疗 至少还有三四百人在那边 但是不是全宿的人都会 一起由直升机来通勤载下来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完全 天翔西部道路已经抢通 民众也可以自行开车下山 特色队五号上午 搭乘直升机降落天翔 背着重装翻身越岭 徒步挺进 位在深山的西宝国校 这个面影很重 欢乐分发物资 对小朋友来说 特色队叔叔就像是圣诞老公公 为传出断粮的灾区 下了场及时雨 还以直升机当作雪橇 现在回一名怀孕的老师 和生病学生 若是七号天气许可 就可以载回全部的石森记者 这么报道